這首音樂其實三個禮拜 他表演的一首實在太好聽了 各位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曲 各位講一下 好 謝謝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原則上來講 我覺得音樂的過程是比較特殊的 其實我小時候的小音樂 那我也一直在追尋這條路 只是我們家人都覺得說 我全音樂是一個比較辛苦的路 他們還是希望我們從事正當事業 好像我不知道 這也是很糟糕的 可是 我就不理他嘛 反正我這個人就是天生反骨 我就唸完之後 我就那時候每天都在玩語文競賽 所以我的成績也不是很好 但是也蠻幸運的 還有跑到一個水小 去唸德明商專銀行保險科 這都會挑一個賤商力 對 以前唸 對不起 所以我失言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自己那個 就有點 怎麼講 反正怎麼言之 反正就是以前學過 學過這個商 一度以為自己會從商 但是基本上來講都沒有這種想法 所以後來專科畢業之後 我去唸東武大學中文系 之後再唸中文研究所 那只是在大學的過程 當中我還唸了音樂符系 那後來修了音樂符系之後 因為如果我那時候大三才開始修 假如我要拿到符系的資格的話 我勢必要延避兩年 那經過這個過去學商 總算核酸投資報酬率如何 雖然之後覺得好像還是划不來 所以就沒有繼續下去 就把音樂符系給Drop掉 然後唸中文研究所 那一路教書教了十年 十年教完了 我發覺到好像難道我的人生是這樣嗎 其實我教書第一年我就有一個感覺 我每天跟他終生跑 終生敲我進教室 終生在敲我離開教室 我想說我的人生難道就在終生當中度過 我要被終生所制約嗎 好 所以幸好2019年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019年的時候 2019 抱歉 2019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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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這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聲樂家協會 辦了一場中文歌曲比賽 那老實說 這個比賽的獎金非常優厚 十萬塊新台幣 那 各位你會覺得十萬塊新台幣有什麼了不起嗎 其實 我告訴各位 在音樂比賽來講 真的是了不起的 為什麼 這不敢說前無古人但恐怕是絕後 為什麼呢 可能是惡無來者 因為 十萬塊獎真的很多 而且還是他分三組 A B C三組 A B組給那種音樂科系畢業的人 或是在學的學生去的 C組是開放給非音樂科系 所有只要你願意唱歌都可以去 每一組的首獎獎都是十萬塊錢 我借錢也開啊 哎呀 怎麼可以不去拿呢 然後我就去拿 然後去比賽過 當然十萬塊錢很多人是參加 所以連續三輪的比賽這樣下來 就是到決賽的時候 我才驚覺到說 原來舞台 原來在舞台上 我真正想要的 我也很熱愛 我也很熱愛在舞台上這種感覺 真的舞台很迷人 各位你知道嗎 你們的掌聲都像是馬飛 對 對 對 好 不過真的很美好的 那也很幸運的 我就在那場比賽中 我不小心拿了十萬塊錢 但是拿了十萬塊之後 我才覺得是危險的開始 怎麼講呢 拿十萬塊之後 我就開始在想 我到底該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條路 走到音樂的路上 我考慮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真的就毅然決然 把我在學校工作給死掉 很多人覺得 我考個派遇 是被雷打到還怎麼樣 也不是啊 就只是覺得說 我應該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應該要不要走 我該走的路 做我喜歡的事情 那算 對 那不算 什麼 突然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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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所以 我就這麼 我就這麼跳了過來 一直到現在 我還在很努力的 追尋當中 那在去年的九月份 我進了實踐大學的音樂研究所 學習 對 那 當然希望兩年之後就可以畢業 但是我知道好像比較困難 不過還是要努力一點 就是 希望能夠儘快畢業 不要啦 不要啦 這個再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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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這樣 我們只是一直突發奇想 我們只是講講我們突發奇想 我覺得可以講 所以我剛剛在裡面 那天我跟聖姐老師聊天 我就說 性能想聰明怎麼辦 這兒 Gone 當學生也把工作辭得非常辛苦 不 знаю怎麼辦 就覺得說 好像有錢收茫茫的感覺 或許可以這樣子 這個 弄個活動 一人兩百元幫忙解從業 或者是聽我唱歌 然後看我聊聊天 這種表現不好 這個是真的假如想出來的 我就覺得說其實 男的這麼不算的人 這麼算的人終於願意 然後就必須再說 兩不算 終於不算起來了 希望能在兩年之內打成的話 我問了六 一人兩人 幫忙剪頭圓 跟他聊聊天 這次假如是一個突發奇想 那當然我不知道 這個開音樂吧 好來 我又會唱這首歌 《新亞歌》 《新亞歌》是 董隆森 董老師的作品 然後歌詞是 董隆所寫的 著名小家 董隆所寫的 那這首曲子 後來被當作是一個 電視劇叫做 《陸小鳳》的主題曲 所以各位可以彈一彈這感覺 董隆森老師是 國月的做 國月謝老師 他做的曲子 蠻有中國的味道 那歌詞是 武隆先生所做 他用了很多 原曲當中的詞彙 套到歌詞當中 所以聽起來蠻典雅的 蠻典雅的 跟我們可以聽一下 或許我喚起 您這個 過去的回憶 大江東軍 西至長安 江湖入萬水千山 江湖入萬水千山 張隱身精彩絕焰 《封形之采鞋》 阿江中山佔碑 一身下明 一身奢擡 一身佼曼 一身下明 一身世男 一身世男 在秋秋樓陀 楊柳樹下席也依 淡靜環露 荒秀昭 恩怨徽宙 至今大夢有劫 淡靜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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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家地下舟 淡靜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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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少 茶也清淡 水也清淡 淡靜璇露 淡靜璇露 淡靜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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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口星辰,淡靜環露 淡靜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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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走多少风雨的夜晚 迎接多少灿烂的黎明 早选我才尘出了门 总要上上开避开心上的人 黄黄我体验转回家 总要忘记我 你高大的身影 我让我的想要 悄悄的闻 你就想 有没有这样的茶梨 长林里有没有 灿烂的街 大街里有没有 你心爱的人 你心爱的人 我放声地要车地深地闻 我对财产的你爱外听 这个人想不想 家政的虚调 财产女想不想 你心爱的人 下山 火 河口水也清 清水上上 清理心上的人 清人上山里听一听 清人下山里听一听 河口心上 有没有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